歌手江明学,57岁,今清晨因持有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遭警方移送法办。 台北地检署付讯后,中午12点38分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预领以3万元交保, 但历经4小时,他仍密保无住,检方下午改离限制住居后请回。 江明学今凌晨驾车行经台北市市民大道,光复南路口时, 遭辖区大安警分局拦下,江明学看见警方后神情紧张,引起警方注意, 警方取得江明学同意后盘查,随后在江明学身上发现2点多公克的安非他命, 立即将他带回派出所讯问,江明学坦诚吸食毒品,警方今早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, 将他移送台北的检署付讯,中午付讯后与另一3万元交保, 但历经4小时,他仍密保无住,持续待在拘留室,检方下午改离限制住居后请回, 江明学因持有安非他命遭警方逮捕。 图联合报资料画面,分享。